马尔代夫是一个由1192个珊瑚岛组成的国家 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 它拥有美丽迷人的海滩 碧蓝清澈的海水和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资源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然而 由于岛屿分散在广阔无垠的印度洋上 岛屿和岛屿之间 主要依靠小型飞机和船只进行交通 极其不便 随着马尔代夫客流量上升 光靠舶船来实现机场交通实在不是个办法 修建桥梁势在必行 但是 作为一个由珊瑚礁组成的群岛国家 其礁灰岩密度低 孔隙大 翠性大 在这样酥脆的地基上建桥 难度和危险性都不言而喻 于是 中国伸出了援手 决定援建一座连接首都马内到机场岛的跨海大桥中马有一大桥 线路总长2000米 由桥梁 天海陆堤和道路等工程组成 使用寿命为100年 中马有一大桥自2015年底开始施工建设 到2018年8月30日实现了正式通车 大桥开放后 众多当地居民纷纷赶来 不仅在桥头流影 还亲自体验了穿越桥面的感受 更令人感动的是 五对新婚夫妇选择在这座大桥上 举办了特别的婚礼 期待大桥为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 同时 许多马尔代夫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也选择再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希望借助这座桥起成向更美好的未来 中马有一大桥自开通五年以来 不仅极大的方便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还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座桥也为马尔代夫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正如马尔代夫外长沙希德所述 这座桥为马尔代夫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地的新闻媒体形容 中马有一大桥不仅是连接两岛的交通工具 更是关系到每一个马尔代夫人的生计的关键基础设施 新当选的马尔代夫总统穆依祖 他曾是负责大桥项目的住房与建设部长 他在大桥开通五周年时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这座桥不只是连接了两个岛屿 它更是马尔代夫走向繁荣和希望的象征 马尔代夫被誉为千岛之国 由26组环礁和1192个珊瑚岛构成 其中约200个岛屿有人居住 它的美景使其成为了全球的旅游热点 但是当地居民也面临许多挑战 虽然四面环水 但是脆弱的珊瑚礁地质和强烈的海浪 使得建桥非常困难 导致居民主要依赖百度作为交通工具 首都马勒只有两平方千米 却容纳了超过50万的人口 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这里 这使得马勒面临土地短缺 交通拥堵和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 严重制约了马尔代夫的持续发展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 马尔代夫政府尝试了各种方法 1997年 政府在距离马类10千米的一个细湖 开展了葫芦马类填海项目 旨在扩大生活空间 并鼓励马类的居民搬迁到 与机场岛相连的新岛屿 葫芦马类岛通过填海而成 其面积是马类的两倍之多 这里不仅环境宜人 租金更加便宜 还拥有许多优于马类的公共设施 但这一切并未吸引马类居民前来定居 主因在于 他们出行完全依赖渡轮 无论是就医上学或工作通勤 这样的交通方式有其局限性 例如运营时间受限又亦受天气影响 特别在西南季风市海面波涛汹涌 出行十分不便 同样 过度依赖渡轮 也对马尔代夫的旅游业造成了影响 当世界各地的游客抵达马尔代夫机场 若想前往马类观光 只能选择乘渡轮穿越波涛起伏的印度洋 恶劣天气时 游客只能选择冒险或者等待 这使得仅有两公里宽的海峡 变得难以逾越 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岛屿间运输问题 马尔代夫领导层逐渐意识到 建设跨海桥梁或许是唯一解决方案 但在珊瑚礁上建桥 非常具有挑战性 不仅技术要求高 资金需求也大 这是马尔代夫难以承担的 2008年 当时在位的总统还是佳瑶姆 他首次提到要在马类和机场岛之间 修建一座往返便利的大桥 并通过海报进行广泛宣传 此构想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议 许多人认为 这一设想在商业和技术上都是不现实的 佳瑶姆在那次选举中失败了 尽管之后的政府仍旧支持这一设想 但进展缓慢 直到2013年 亚明担任总统 这个大桥的设想才渐渐明确 在2014年9月 中马两国的领导人达成共识 决定由中国协助马尔代夫建设一座 连接首都马类与机场岛的跨海大桥 一年之后 在中马友谊大桥的奠基仪式上 亚明感慨地表示 当得知中方决定参与这一项目时 我感到无比幸福 这座大桥 不仅是马尔代夫人民长久以来的期盼 更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 我建议将其命名为中马友谊大桥 身为土木工程师的木一组 在大桥建设期间 担任马尔代夫住房核基建部长 也是马方的主要项目管理者 他与这座大桥的联系极为紧密 2018年7月10日 当大桥两端首次连接时 木一组向媒体分享了自己的心情 看着中国的工程师们将设计图逐渐变为现实 我的心中充满了激动 尽管马尔代夫以旅游天堂著称 但对于参与中马友谊大桥的建设者来说 这里更像是一个施工的挑战 开放的海域深达46米的水 深长达14秒的涌浪周期 加上复杂的珊瑚礁地质 和当地的高温 高湿 高岩和强烈的阳光辐射 都使得这个项目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但这些挑战并未打败来自中国的工程团队 他们成功克服了珊瑚礁的地质难题 深水涌浪和严峻的环境条件 尽管面临物资短缺 飞行限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 他们仍在短短33个月内 完成了整个项目 实现了马尔代夫民众长久的期待 总工程师程多云回忆 建造中马有一大桥最初的挑战 便是在深水和长周期涌浪的条件下 建立战桥 这些临时的结构 是为了支持大桥的主体结构 施工中涌浪高度经常超过3米 周期长达14秒 海水的流速更是达到了每秒1.5米 施工团队面对的 是极为艰巨的任务 为确保战桥及时完工 中国工程师特设观察员监测涌浪 充分利用每波14秒的海浪间隙施工 涌浪来临时 观察员提醒工人则迅速暂停焊接 待浪过后继续工作 2016年6月 中方建设者完成了 大桥马类一侧的400米战桥 确保了海上施工的连续性 由于施工环境具有高温 高湿 高盐和高辐射 对材料和工艺都有严格要求 为保障桥梁质量 向团队选用优质原材料 并开展桥梁在四高环境下的耐久性研究 考虑到高盐环境 工程师为大桥选用了还养钢筋 并涂上硅丸防护层 在施工中特别保护这种钢筋 确保其完好无损 以保证桥梁的持久稳固 中国建设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马尔代夫的珊瑚礁地质 该地灰岩多孔脆弱 施工难度极大 且无类似建桥经验可参考 为解决这一问题 向团队与国内技术机构合作 通过研究与实地试验 成功打下129根稳固的装机于珊瑚礁地层 深入超过40米 这一建设被誉为开创了特大桥梁 在深海珊瑚礁地质施工的先例 为世界同类项目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中马有一大桥 采用了中国的标准和技术 同时融合了中马两国的文化特点 主桥的设计吸取了中国传统桥梁的元素 而微型敦四海鸥与当地海洋环境相协调 桥头则加入了浓烈的伊斯兰建筑风格 自2015年大桥开工 马尔代夫民众常常前来观看其建设进展 当地甚至专设了中马有一大桥观景平台 吸引大量群众前来欣赏和评论 画家阿里哈米尔受命于2016年 为一个公园绘制大桥的画作 为了准确绘制 他仔细研究了正在施工的大桥和设计图 完成了50米长的巨幅后 阿米尔与大桥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如今 他更希望直接面对真实的大桥绘画 马尔代夫摄影师伊斯梅尔热爱大桥 他和两名摄影师记录了大桥的建设 并出版了画册 中马有一大桥如何建成 一个梦想的实现 很多马尔代夫人曾认为建桥不可能 但当桥建成后 他们感受到了技术和合作的力量 这座桥是马尔代夫的骄傲 2018年8月30日 中马有一大桥通车 这一天是马尔代夫的历史性时刻 那晚很多民众望着大桥 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待 一周后 大桥对公众开放 吸引了大量车辆首航 马内室内引入了红绿灯 双层巴士也随后运行 最初 大桥线路有9辆公交 每日7000乘客 到2022年 已增至20辆公交 日均1.9万乘客往返 毫不夸张地说 大桥给当地人带来了 极大的幸福感 中马有一大桥的建成 对于马尔代夫来说意义重大 首先 它极大的方便了 岛民和游客的出行 以前 人们只能通过船只 才能到达其他岛屿 旅行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受天气等因素的限制 现在有了这座大桥 人们可以直接开车 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跨海而行 时间大大缩短 便力行得到了极大提升 其次 中马有一大桥 也成为了马尔代夫 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作为连接 马尔代夫首都的交通枢纽 这座跨海大桥将促进货物和人员流动 加快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经济蓬勃发展 同时 它也为岛屿上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更多的游客 可以轻松畅游各个岛屿 体验马尔代夫独特的风景和美景 最后 在中马有一大桥建设过程中 中国建设者不仅展示了自己优秀的技术实力和工程管理水平 也彰显了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 这座大桥不仅是两国合作的见证 更是中马友谊的象征 它将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系与合作